南华大学科技学院院长陈士雄近年积极推动黑水蒙养殖 在自家有机农场饲养黑水蒙处理处勤粪便 除于他提出联合国欧盟报告研究报告 说明黑水蒙有从事重要动物蛋白资源 大量养殖可成为廉价蛋白质饲料来源 饲养方法简单成本低廉 陈士雄表示他的有机农场养鸡不是为了赚钱 因例是提供台湾农业一套永续经营方法 一种自然人道有机养殖方式 农业最大烦恼是处理畜牧废弃物 黑水蒙养殖就是将原本可能污染水源 土壤空气废弃物转化成有机蛋白质饲料 他说2013年10月联合国可使用昏虫报告 力推用昏虫替代促勤蛋白饲料来源 欧盟也推动黑水蒙替代赐料蛋白应用 多国研究都证明大量养殖黑水蒙可有效解决 参除垃圾农副产下酵料粪便 他曾协助南投信一箱 台积电以黑水蒙处理农业废弃物效果相当好 近日嘉宪淮宝局也邀请他为二处养机场提建议 陈士雄说明一对黑水蒙可传软尽千例 从软到成熟幼虫水蒙个体增长近四千倍 幼虫在自然界一出于垃圾动物粪便 尸体或堆肥等腐烂有机物为食 可将食物高效转化为自身营养物质 是自然界碎界食物链重要一环 明汉国小推动养殖黑水蒙处理厨余血同抓起黑水蒙 直言他是厨余好帮手 记者不明正摄影 分享明汉国小推动养殖黑水蒙处理厨余血同抓起黑水蒙 直言他是厨余好帮手 记者不明正摄影 分享黑水蒙幼虫可作为重要动物蛋白资源 图陈世兄提供分享农场饲养黑水蒙可处理厨余 厨余图陈世兄提供分享明汉国小推动养殖黑水蒙处理厨余血同抓起黑水蒙 直言他是厨余好帮手 记者不明正摄影 分享农场饲养黑水蒙可处理厨余图陈世兄提供分享